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艰苦的训练让杨明印象深刻 也更明白警察的不已 最初是开心的 但训练到中间的时候 就觉得很辛苦 他们的体能是整班ASU跑山 然后他们会回到操场举压力 每间机场特警上班前的一小时 都是一个体能的锻炼 这并不是杨明第一次在剧中扮演警察 过往的演艺生涯里 他曾先后饰演过机动部队警察 机场特警 网络安全及罪案调查科督查等角色 这让他对警察有了更深的了解 自2019年6月 香港冒发修理风波以来 香港警察及其家人便成为众多激进示威者攻击的对象 对此 杨明多次在公开场合勇敢发声 支持警察 由小到大 香港这么繁荣稳定 或者罪案都这么低 其实归功于都是警察帮我们维持治安 这段时间有很多事情去抹黑警队 对他们很不公平 他为了我们香港做了很多付出 他的家人都受了很大的压力 如果这段时间可以给到一些支持和鼓励他们 我觉得我是做一些我应该做的事 杨明的举动引起部分示威者的不满 他们在网络上对他进行攻击 私底下则对其经营的店铺 进行打杂破坏和无力投诉 这让杨明更加坚定自己撑紧的决心 我心目中的警队是随暴安良 正义的朋友 很用心去帮一些有需要的市民 还有最重要的是警惡情间 我不会因为我自己的利益关系 而不说一些事情 或者不做一些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不会后悔 我希望香港变回一个很和平 很有爱的地方